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一部累计票房达到37亿美金 获得了10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乱世佳人》 1861年,美国南北战中爆发前夕 南方农场泰拉庄园的千金小姐斯嘉丽 听说了12项属原农场的艾希里要结婚了,苦恼不已 不是有这么首歌吗? 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 就是斯嘉丽辞职的心情 父亲看出了斯嘉丽的烦恼,告诉她 和谁结婚都一样过日子 最重要的是,我死后,泰拉庄园就是你的 斯嘉丽一个少女,爱情在心里排第一 觉得庄园有什么意思 父亲告诉斯嘉丽 我亲爱的女儿啊,情情爱爱,过日子就那么回事 只有土地是世上唯一值得你为她奉献 值得为她奋斗,牺牲的事物 因为它是唯一永存的东西 我总是把土地当成母亲一般 你年纪还小,有一天你会感受到对土地的爱 一家人都在前程祈祷 只有斯嘉丽注意力不集中 一心在想着爱希里 她还不知道我爱她 今晚我要亲口告诉她,让她不要娶她 爱希里的未婚妻梅兰妮是个温柔大方的女人 和爱希里儒雅的性格很般配 梅兰妮的弟弟查理看到斯嘉丽眼睛都挪不开 不仅仅是查理 实际上,斯嘉丽迷倒这里的所有男人除了爱希里 斯嘉丽问同伴 这个丑八怪是谁,一直在看着我 同伴告诉斯嘉丽 瑞德·巴特勒是个名声糟透了的男人 连他的家族都不接受他 他被西点军校开除 他的行为很不检点 瑞德在北方待过很长时间 对北方的了解比这里所有人加起来都多 这群南方奴隶主大肆鼓吹战争 一个南方人抵得过20个北方佬 一场战役就能将他们全部解决 瑞德说了两句实话,被大家嫌弃 只好借故离开,找个地方无休去 斯嘉丽趁着无休时间偷偷跑下楼 找到了爱希里 告诉爱希里 不要和梅兰尼结婚 我爱你 你男的不爱我妈 爱希里告诉斯嘉丽 你年纪小,什么都不懂 你不懂婚姻的意义 我和梅兰尼互相了解 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被爱希里拒绝 斯嘉丽恼羞重怒 一个词评砸出了瑞德 没错,瑞德听到了斯嘉丽和爱希里的全部谈话 斯嘉丽不屑地说 偷听别人说话 你不是绅士 瑞德说 哦是吗 我当然不是绅士 你也不是淑女 南方奴隶主门期待的战争突然打响 所有人兴奋不已 终于可以教训教训那帮北方老 梅兰尼的弟弟查理 向斯嘉丽吐露爱意 为了报复爱希里 斯嘉丽当即答应查理 查理激动地问 你是说你愿意等我回来 斯嘉丽说 我不认为要等那么久 斯嘉丽和查理闪婚 只是为了气爱希里 可怜的查理 新婚不久便死掉 斯嘉丽脱了嫁衣 就穿上丧服 闪电之间结婚 闪电之间变成寡妇 母亲为了让斯嘉丽开心一点 建议她去亚特兰大 去找梅兰尼 梅兰尼的姑姑可以照顾你 斯嘉丽当即擦掉眼泪 脑海里都是爱希里的样子 在亚特兰大的募捐舞会上 瑞德再次出现 这次是作为战争拥行 瑞德的船队穿越北军领地 为前线送取武器 为后方带来物资 变成宣布 今晚 绅士们想要跟心仪的淑女跳舞 必须为她竞价 下面不断有人喊出 20块 25块 瑞德邀请斯嘉丽跳舞 开价150金币 本来就想跳舞的斯嘉丽 遇到了知己 什么手丧不手丧的 老娘就是来跳舞的 斯嘉丽拿出南方淑女的礼貌来 对瑞德说 你的华尔兹跳得真好 巴特勒船长 瑞德说 去掉你那标志性的南方淑女的假笑 我可不是你们农场的无知少年 我不只是想挑逗你 我想有一天 你对我说那些 你对爱希里说过的话 斯嘉丽表情瞬间冷掉 不可能的 下辈子也不会 对任何女人都不当回事的瑞德 唯独很尊敬梅兰尼 没错 是尊敬 虽然梅兰尼不是瑞德的长辈 上次的募捐舞会上 梅兰尼捐出了自己的结婚戒指 瑞德写了信给梅兰尼 感谢你为前线做出的牺牲 我帮你赎回了结婚戒指 瑞德从巴黎 给斯嘉丽戴了最流行的帽子 并告诉斯嘉丽 下次 我还会给你戴更多漂亮衣服 斯嘉丽心里非常喜欢 嘴上却说我不能接受 谢谢你的好心 瑞德说 不不不 我不是好心 我是在勾引你 斯嘉丽说 别以为一顶帽子 你就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甚至一个吻都不行 说完 斯嘉丽就闭上了眼 瑞德说 我知道你需要一个吻 但我不会给你 随着战争的推进 前线战场和后方 都变得残破不堪 上网名单 给无数家庭带来眼泪 医生的儿子 也在前线阵亡 好在艾希里的名字 没出现在名单上 艾希里放了三天 上了假期 回到了亚特兰大 斯嘉丽站在一旁 做最亮的电动炮 斯嘉丽从未放弃过 争取艾希里 即使艾希里拒绝了自己 即使艾希里已经结婚 艾希里假期结束 离家之前拜托斯嘉丽 帮我照顾好梅兰妮 两人深情相拥 问别 斯嘉丽才不管这么做 是对还是不对 只要是自己想要的 就要努力争取 梅兰妮在后方医院 做了护士 在梅兰妮看来 这里的每一个受伤士兵 都可能是艾希里 梅兰妮像对待艾希里那样 对每一个人 不知疲倦的 对于名声遭透了的贝尔女士 梅兰妮依然微笑和她说话 接受她为战争的捐款 战火很快烧到了后方 医院不堪重负 缺医生 缺护士 缺药品 缺少一切 就是不缺伤员 为了挽救士兵的生命 医生甚至需要在 没有麻醉药品的情况下 帮士兵解肢 斯嘉丽受够了这一切 匆匆逃离医院 外面炮火连天 手无寸铁的百姓 忙着逃生 脱家带口离开这里 梅兰妮遇到了家里的傭人山姆 山姆告诉斯嘉丽 母亲生病了 不过不是很严重 不要太担心 梅兰妮的姑妈 正在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 北老已经打进来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斯嘉丽也准备 拿上行李就走 医生告诉她 梅兰妮很快就要生了 你一定要留下 梅兰妮需要你 斯嘉丽想起了 自己答应过艾西里的 要照顾梅兰妮 真后悔当初答应艾西里 35天的炮击过后 亚特兰大的军队 已经陆续撤离 北军进城 这是早晚的事 偏偏这个时候 梅兰妮要生了 斯嘉丽穿过满重伤兵的马路 找到了医生 医生告诉斯嘉丽 我不能为一个婴儿 放弃这里的士兵 接生孩子没什么大不了的 被逼到这份上 斯嘉丽只能在 佣人的协助下 帮梅兰妮接生 斯嘉丽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幸运的是母子平安 斯嘉丽让佣人找到瑞德 帮自己弄辆马车离开这里 南军撤退后 为了不给北军 留下任何可用的东西 放火烧了车站旁的仓库 城里没有军队暴民横行 瑞德赶着马车 在暴民间穿行 危险重重 瑞德送斯嘉丽到一处小桥 告诉斯嘉丽 我要去参军了 前面就是去泰拉的路 并给斯嘉丽留下一把手枪 我相信 你这个小小的身体里 总是有无情无尽的能量 斯嘉丽一路念叨 等到家就好了 妈妈会照顾我们的 十二项书园变成一片废墟 网儿的美好 一去不复返 马儿连日赶路 不曾休息过 最终累死在泰拉的门前 斯嘉丽喊着妈妈敲开了门 父亲眼神呆滞 嘴里不停念着斯嘉丽的名字 斯嘉丽一路念叨的母亲 已经离世 平静地躺着 再也不会站起来了 再也不会抱着斯嘉丽 温柔地跟她说话 为她做好吃的 为她讲故事 一场战中飓风 卷走了往日的一切美好 庸人告诉斯嘉丽 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 北军在这里扎营 把家里做总部 大吃大喝 吃不完的全部带走了 斯嘉丽问爸爸 我们没吃的怎么办 爸爸说 问妈妈 有问题问妈妈 她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斯嘉丽在园子里 拔起根胡萝卜 像饿狼般吃下去 倒在泰拉的红土地上 为上帝作证 他们不会让我屈服的 我一定会渡过难关 战中结束后 我再也不要挨饿 也不让我的家人挨饿 去偷 去抢 去杀人 我再也不要挨饿 泰拉最终在战争中生存下来 可不得不面对战后的惨状和饥荒 斯嘉丽做了一家之主 每个人都需要工作 一个残兵进了泰拉庄园 烧杀抢掠 这就是她要做的事 拿走了手势盒里的手势 残兵看到斯嘉丽来了兴致 今天预期真好 被斯嘉丽一枪打死 女人是危险的 告诉你多少次 死了吧 叫你不读书 最后还是吃了梅文化的亏 李将军投降了 南军完败 伤兵残将回到了家乡 脚步凌乱 满脸愁容 梅兰尼救助这些归乡的士兵 梅兰尼相信 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艾希里 艾希里机场碌碌的时候 也能遇到这么友善的对待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艾希里完整地回到了泰拉 梅兰尼无私地爱 温暖地爱 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丈夫 斯嘉丽也抑着不住地激动 妖人拉住了她 那是梅兰尼的丈夫 不是吗 妖人从镇上回来告诉斯嘉丽 他们现在要装收泰拉 300块金币的税金 不然泰拉就会被拍卖 斯嘉丽第一时间想到了艾希里 可艾希里本就是希望 过个平平安安的 奴隶主家的少爷 何况经历了战争 艾希里对斯嘉丽没有任何帮助 艾希里活在过去 缅怀过去 生命的力量微小 孱弱 没有勇气接触现实 活在当下 泰拉从前的攻投 现在做了投机到把的商人 提出要买下泰拉 被斯嘉丽赶走 泰拉是父亲的生命 是父亲的一切 父亲骑上马去 要赶走这个入侵者 最终留在这片红土地 永远的 生命里顽强的斯嘉丽 被逼到这份上 不得不开动脑筋 想办法保住泰拉 最后斯嘉丽想到了瑞德 反正对斯嘉丽来说 没事找艾希里 有事找瑞德 贫穷的生活 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 斯嘉丽看上了家里的窗帘 扯下窗帘 做了一身华丽的新衣服 瑞德此时在北军的牢房 凭借着自己的巨额财产 瑞德每天和北军看守 打牌输钱 故意输钱 没有任何人会跟钱过不去 斯嘉丽见到瑞德 眼睛大爆发 一口一个我担心你 你不在的日子里 我一直想你 都得了相思病 瑞德心心念念 想要得到斯嘉丽的爱 直到看到斯嘉丽粗糙的双手 计谋被识破 斯嘉丽丝毫没有胆怯 没错 我是来借钱的 他们要收泰拉300块金币的税金 其实一开始瑞德 就看出斯嘉丽是来干嘛的 他们两个人是同一种人 彼此太了解了 好运总是降临到不肯认输的人 斯嘉丽在街上碰到弗兰克 一直爱着斯嘉丽妹妹的男人 现在拥有一家商店 生意很好 攒了一千块了 就懂得去泰拉 娶斯嘉丽的妹妹 斯嘉丽了解妹妹 如果让她嫁给弗兰克 她是不会拿钱帮助家里的 斯嘉丽灵机一动 告诉弗兰克 唉 说来不巧 她将要嫁给附近的男孩 她已经懂不及了 我今天来 就是告诉你这件事的 斯嘉丽当年趴在地上 吃胡萝卜的时候就发过誓 去偷 去抢 去杀人 不管做什么 都不要挨饿 都不要让家人挨饿 为了把艾希里留在自己身边 斯嘉丽开了一个木材厂 让艾希里管理 斯嘉丽只管赚钱 哪怕是雇佣犯人 和北方老做生意 没有什么能阻挡斯嘉丽 贬义词和保义词对斯嘉丽来说 只是米饭和面条的区别 都浓吃 都要吃 只是味道不同 瑞德也凭借自己的超能力 有钱 离开了监狱 斯嘉丽一个人驾车去木材厂 中间要穿过平民区 那里可是罪犯的天堂 尽管斯嘉丽带了手枪 还是遭遇了危险 幸运的是 家里的庸人山姆也在这里 听到斯嘉丽的呼救 及时赶到 救下了斯嘉丽 惊魂未定的斯嘉丽回到家中 弗兰克竟然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晚上 竟然还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政治集会 斯嘉丽的抱怨没有得到回应 大家低着头知毛衣 平静的声音里充满紧张感 瑞德匆匆赶来问梅兰妮 赶紧告诉我 艾西里和弗兰克去了哪里 这是生死攸关的事 弗兰克说 是去参加政治集会 实际上是和艾西里 带着手枪去了平民区 这就是南方男人保护女人的方法 梅兰妮告诉斯嘉丽 士兵们闯进屋找艾西里和弗兰克 他们掌握了充分的重拒 还好瑞德和医生及时赶到 你在贝尔那里喝酒的名义 把艾西里带回来 士兵们这才罢休 艾西里中了一枪 没伤及要害 斯嘉丽满心关切 瑞德问 你怎么不问问你丈夫 斯嘉丽这才想起弗兰克 问瑞德 我丈夫呢 瑞德说 你丈夫很幸运 没受伤 这是没有回来的必要了 经历了战争 经历了绝望 经历了太多太多事 斯嘉丽也长大了 面对瑞德再次示爱 斯嘉丽门口答应 瑞德最后一次确认 你是真的爱我 不是因为我的钱 斯嘉丽说 嗯 有一部分是因为你的钱 毕竟钱真的很重要 瑞德说 没事 反正我爱你 也不会比你爱我更多 斯嘉丽和瑞德外出度假 在豪华邮轮上 斯嘉丽重新做回了富太太 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会露馅 和酸奶还是会舔干 即便睡在最豪华的床上 斯嘉丽还是会做噩梦 自己一直重复做的噩梦 在一团迷雾中奔跑 找不到 什么都找不到 斯嘉丽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斯嘉丽的心从未改变过 有了更多的前后 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泰拉 要让泰拉变成最有气派 最豪华的庄园 斯嘉丽很快生下一个女儿 瑞德关切地问佣人 她漂亮吗 佣人说非常漂亮 跟斯嘉丽小时候一样漂亮 瑞德从未对任何人 任何事 任何其他的所有 给过这么多爱 瑞德把女儿看成是缩小版的斯嘉丽 对斯嘉丽的爱 转移到这个确定的小家伙身上 男人对于自己得不到的女人 和女人对于自己得不到的男人 是一样的心情 永远忘不了 斯嘉丽仗着瑞德爱自己 得不到的总是在骚动 被偏爱的 有恃无恐 瑞德警告斯嘉丽 你在破坏你的幸福 追求虚幻的假象 如果没来你死了 你就能和爱希腊在一起了 你以为这样就能幸福了吗 不会的 你根本不了解她 你只是站在远处看她 站在远处看 什么都是没的 瑞德愤怒踢开斯嘉丽的门 拿起酒杯砸向斯嘉丽的画像 为了女儿 瑞德甚至每天串门 向李军们询问 关于小孩子的一切 女儿应该生长在 充满阳光的环境里 友善的关系中 瑞德买了全程最好的小马给女儿 叫她跨栏 巴黎灵灯里也有这么一幕 如果看过巴黎灵灯 就会知道 这是坏事的前兆 在艾西里的生日会之前 斯嘉丽和艾西里回收往日时光 一时间来了兴致 不巧被艾西里的妹妹英帝看到 别忘了 斯嘉丽可是抢走了英帝的查理 自知理亏的斯嘉丽 不敢去参加艾西里的生日会 为瑞德松松拉起来 你必须去 为了女儿 你必须去 斯嘉丽穿的花枝招展 来到了艾西里的生日会 梅良妮像从前一样 温柔地对斯嘉丽 看不出任何不悦 斯嘉丽有半夜偷偷喝酒的习惯 瑞德一直知道 只是不想拆穿她 瑞德将斯嘉丽 按在椅子上告诉她 你对梅良妮心里不愧疚吗 你一直认为她是傻瓜 不是吗 你觉得她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尽管她也让你免于出丑 你还是认为她是个傻瓜 不是吗 我告诉你 梅良妮不是你心目中的傻瓜 她只是太正直 太善良 她也太爱你 虽然我想不通 你为什么值得她爱 不管是出于对爱希里的嫉妒 还是其他什么 斯嘉丽享受了一个美妙的晚上 瑞德跟斯嘉丽提出离婚 斯嘉丽不同意 瑞德问 如果爱希里单身 你肯定马上就同意 并且立刻收拾东西离开我 对不对 瑞德带女儿去了伦敦 开心了几天之后 女儿还是要找妈妈 瑞德才意识到 有一个坏妈妈 总比没有强 实际上 斯嘉丽有很多话想和瑞德说 温情的那种 谁知道瑞德开口就酸得不行 说了难听的话 斯嘉丽心里难过 无畏杂陈 因为自己又怀了孩子 两人中吵中 斯嘉丽不慎跌下楼梯 昏迷中 斯嘉丽一直喊着瑞德的名字 而瑞德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难过 戒酒消愁 梅兰妮像个天使 瑞德总是听梅兰妮的话 梅兰妮温柔地劝导瑞德 斯嘉丽爱你 非常爱你 只是她羞于说出口 梅兰妮又怀了孩子 这对本就虚弱的梅兰妮来说 是很危险的事 斯嘉丽身体好了一些 出来晒太阳 瑞德坦诚地跟她说 卖点木材厂 离开埃西里 我们一家三口出去旅行 斯嘉丽清醒过来的时间里 心里装着的依然是埃西里 女人说自己夹高了栏杆 并且一定能跳过去 和巴黎灵灯一样 瑞德最真爱的女儿 就这样离开了她 失去女儿的瑞德 躲在房间里酗酒 濒临疯狂的边缘 瑞德守着女儿 锁上门 不准埋葬女儿 梅兰妮尝试说通了瑞德 而自己的生命 也走到了尽头 梅兰妮拜托斯嘉丽 请一定帮我照顾我的孩子 还有埃西里 我也要拜托你 请你照顾好她 不要让她知道 从房间里走出来 斯嘉丽扑进了埃西里的怀抱 瑞德健壮 失去地离开 斯嘉丽看着面前这个脆弱的男人 和那些当年围在自己身边的男人 原来没有什么不同 现在能得到埃西里了 能和她在一起了 斯嘉丽却没有一点兴趣 斯嘉丽下一秒才想到瑞德 但想到这个一直爱着自己 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给了自己那么多爱的男人 斯嘉丽意识到 自己可能要失去瑞德了 斯嘉丽穿过一路迷雾 看到瑞德安静坐在家里 斯嘉丽告诉瑞德 梅兰妮像个天使 临死还为别人考虑 让我对你好点 别拜托我照顾好埃西里 瑞德说 有前妻的允许就好多了是吧 这下你和埃西里 就能名正言说在一起了 说着 瑞德开始收着行李 斯嘉丽告诉瑞德 我刚刚才意识到 我爱的是你 瑞德遗憾地说 如果女儿还在 我们或许还能在一起生活 或许还会幸福 我把女儿当成是你 我可以给她我的一切 可是女儿走了 一切都走了 斯嘉丽不住地说抱歉 瑞德告诉斯嘉丽 你以为说一句抱歉 过去的一切就可以一笔勾销吗 瑞德也回老家 去找一些平静 找一些优雅 找一些高贵 斯嘉丽目送瑞德离开 伤心不已 怎么才能让她回到自己身边呢 一定有办法的 现在先不要想了 脑子太乱 明天再说 说不定睡一觉会有灵感 斯嘉丽伤心过后 一个念头闪过脑海 太拉 那是值得为之奋斗争生的地方 没了才拉去 毕竟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尾巴 这部四个小时的史诗巨著 看到我心里憔悴 南北战争 解放黑奴 女权主义 电影背后的故事 三个导演 六个编剧 累计37亿美金的票房 拿到奥斯卡10项大奖 这些 我都不准备讨论 经过十年不断努力和奋斗 我终于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 变成了一个懵懂无知的青年 经过十年不断努力和奋斗 斯嘉丽终于从一个自我中心的少女 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妇女 经过十年不断努力和奋斗 瑞德终于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中年 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中年 我们来看看斯嘉丽的爱情 身边所有人都喜欢自己 各种现阴气 只有爱希里不这样 斯嘉丽就觉得爱希里很特别 和其他人不一样 就爱上这个男人 并且一直爱着 最后梅兰尼死掉 终于等到这天 能和爱希里在一起了 斯嘉丽却发现 眼前这个男人 和当年围在自己身边那些男人 没什么两样 这时候发现瑞德是真爱 并且自己真的信 我们来看看斯嘉丽的爱情路线 一开始是因为 围在自己身边的男人既可得 唯有爱希里不可得 便爱上了爱希里 爱的是什么 爱的是得不到 再后来 爱希里结婚了 更加爱了 爱的是什么 爱的是得不到 最后梅兰尼死掉 得不到消解了 爱希里就在眼前 触手可得 却发现自己不爱这个男人 自己爱的是瑞德 为什么认为爱的是瑞德 瑞德此时变成了已失去 这时候斯嘉丽爱的是什么 爱的是已失去 得不到和已失去 对斯嘉丽来说 是置换的美梦 我们再来看看瑞德的爱情 这个情场老手 投机倒把分子 到底爱斯嘉丽什么 他有钱 英俊 成熟 有魅力 说白了 让一个女人爱上瑞德 是一件太简单的事 瑞德毫无疑问 一直是这么做的 遇到斯嘉丽 遇上数学试卷 做了几百道选择题之后 发现一道大题 斯嘉丽爱着爱希里 让斯嘉丽爱上自己 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瑞德对斯嘉丽的爱 来由依然是得不到 越得不到的越爱 越得不到的越不甘心 最后梅拉尼死掉 斯嘉丽告诉瑞德 我发现我爱的是你 瑞德必须离开 瑞德此时爱的依然是斯嘉丽 只是是失去了的斯嘉丽 得不到和已失去 对于瑞德来说 也是置换的美梦 这两个自我重心的人 经历了战争 经历了很多事情 过了很多年 依然博望初心 瑞德和斯嘉丽的自我重心 主要表现在 思想上没负担 精神上不背负什么 饼一词和饱一词 就像米饭和面条 多农吃 只是味道不同 当然还可以吃些混沌 酒量原子 所以男女主角 生命力极其坚强 难以摧毁 无论面对什么情况 都不已饿死 两个聪明鬼 是没办法在一起的 如果他们不幸地相爱了 要么爱着得不到 要么爱着已失去 至少我想通了另一件事 为什么通常很聪明的人 喜欢养笨狗 比较笨的人 喜欢养聪明的狗 聪明的人看着笨狗 觉得笨笨的好可爱 比较笨的人看着聪明的狗 哇厉害厉害 好聪明的狗 如果让聪明的人 养聪明的狗 聪明的人 看着聪明的狗会想 我会耍聪明的狗 我也这么爱耍聪明吗 好讨厌 让比较笨的人养笨狗 比较笨的人 看着笨狗会想 好笨的狗啊 像我一样笨 好讨厌 两个聪明的人在一起 会老吵架 总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都太聪明了 分不出高下 两个比较笨的人在一起 也会老吵架 也总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都太笨了 也分不出高下